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家里自己护发的以及一些护发产品的分享 还有一些好用的榜单和一些不好用的榜单 那接下来我们就开始吧 其实每次刚刚染完色啊或者说烫过拉直过 我的头发真的就是干枯了跟稻草一样 就是看上去就很没有生机的感觉 所以今天我想先和大家分享一下 我最爱用也是就是用的比较久的一个产品 就是这款摩洛哥精油 这款发油的价格呢是44刀不佳 然后换算成人民币的话大约是300元左右 但是它是100毫升的还是挺划算的 它是分两种精油 一个是适合正常发质的 还有一个是light是适合细软发质的 但是我虽然是细软发质 就是头发真的很细很软很容易打结 但是我还是买的这款比较重的 因为我原来用过light 我觉得它真的是怎么说呢 可能是我头发实在是太干了 我觉得那款light是没有到达我需要的那个油度 但是这款精油呢我觉得可能比较适合细软发质 然后发质比较干燥 然后烫过发的染过发的人 但是如果是普通护理的话可能这款有点太油了 特别是不太适合那些 头发爱出油的人 但是这款真的是我的新头号 因为就是我用它和不用它就是差别真的很大 就是用完它就是在吹头发 就感觉头发顺了很多 但是这款用的方式 它是说要 头发吹到半干之后 再擦精油 然后按摩 然后再把剩下的头发吹干 我原来买过买这个精油买了一瓶 然后一整瓶都是用错了方法的 然后直到别人告诉我正确的使用方法之后 我才发现这个精油多好用 所以我非常推荐这个 接下来是一款叫Loretta的发油 是日本的一款发油 然后我现在没有再用了 但是我原来用了挺长一段时间的 那款发油是我原来去日本旅游的时候买的 然后也是就是看微博什么的推荐买的 但是那时候我的头发还没有烫过染过 所以那个精油对我来说 对那时候我的发质来说 可能是刚刚好的 就不会很油 但是说如果你的头发是烫过染过 而且比较干燥的话 用Loretta的发油可能是就不太够 就滋润度就不太够 但它的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是大约120元左右 有120毫升 然后它是质地不是那么油 没有摩洛根精油那么油 然后接下来是这款护发精油 这款护发精油是我用过的护发精油里 最平价的 就是性价比最高的 它是里面是这样子一颗一颗的 然后是印尼的一个护发精油 它牌子叫做 Ellipse护发精油 然后它是有分好多好多款的 是有什么就是专注基础 基础护发的 什么集中修复的 然后什么滋养黑发的 特别多款 然后它这样子一盒 大概是50元左右 然后里面大概有50颗 每颗是一毫升 所以我觉得它还是很平价 然后它使用感的怎么说 它也不是很油 然后它护发精油 特别干的小仙女 然后又追求评价的话 这款也是特别好的选择 但是如果头发很长的话 可能就不是很 就是每次都要开一个开一个 就会有点麻烦了 说实话 然后现在讲完了 我三个用过的护发精油的红绑 我就要来讲一讲黑绑 就是我原来买过一个发油 是我去台湾旅游的时候 那边一个贵姐给我推荐的 叫本岛春吗 那个字是那么读吗 我不知道是不是那么读 语文不是很好 然后那个发油就 我买来之后 就是很激动的就用了 因为那个贵姐跟我说 它效果特别好 什么什么什么的 但是我买了 用了之后感觉 就是我在手上搓了一下之后 再抹到头发上 我感觉那个发油 根本就不能被吸收 然后就感觉手上还是很有 然后头发吹过去 还是打结干枯 就是感觉很燥的感觉 所以当时我用了几次 就把那个扔了 真的是超难用 绝对不要买 不要买 所以她那时候我真是天真了 贵姐说什么好 我就觉得什么好 不相信她 就是她一脸真诚 我就相信了 然后那个护发精油 好像是一百多块钱 然后有一百多毫升宝 虽然说是平价大碗 但是真的不好用 所以说 现在讲完了护发精油 我想来讲一下 我现在用的两款发膜 分别是资深堂的final发膜 是final 我是读final的吧 是吧 final还是final啊 不知道 反正就是红罐子的发膜 还有一个是 Olaplex的发膜 然后我先讲一下资深堂的这个吧 就是这个是我从很早很早以前用到现在就一直在用的发膜 大概已经用了五六罐了吧 就是它的效果其实就是说保湿然后滋养 它是说里面包含那种精华液什么的 然后其实也是可以看出来 因为它里面的那个质地其实是特别是这种就是像 怎么说呢 像软糖一样的质地嘛 拉丝软糖一样的质地 所以涂在头发上就是确实会有一种 嗯 非常丝滑的感觉 特别是当冲掉的时候 就是冲掉的时候会感觉头发特别滑 然后这个的用 呃用的话我大概是一周用两次左右 然后它使用方法是在 呃 洗发素和护发素之间用 就千万不要用了护发素之后再用 因为呃用了洗发露之后的毛铃打开了 头发的毛铃打开了之后就要用这个 但是混了护发素之后 呃 你的毛铃又闭合了 等于说它的影响就没有吸收 嗯 是这样子的吧 反正这个还是蛮好用的 它的价格大约是60人民币左右 然后一贯是230毫升 真的超级划算 而且它也非常好用 可以用很久 我觉得是呃 评价又好用的里面的 非常好的一个选择 然后接下来我想来讲一下这个 Olaplex的发膜 是呃 美国的一个牌子 然后说是什么 护发黑科技什么什么的 就是我听到黑科技这种东西 其实我是很感兴趣的 所以我就买来用了一下 然后它的价格是呃 二十八刀 大约是两百人民币左右吗 加税的话 其实价格真的不是很便宜 但是怎么说呢 它的效果是真的很好的 就是它是属于那种 不仅能 修复你的那个 受损的发质 它说是可以把你就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一种 特别科学的说法 就是说能把你头发和头发之间 那种bomb 重新再连接起来 就是让你断发变少 然后我看见很多人也有评论说是 这个让自己就是掉发 不是掉发 就是断发的情况变少了 然后我自己用了一下 确实感觉就是头发 感觉 怎么说呢 强壮很多吗 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说 就感觉真的挺好用的 建议是受损发质 建议一周两三次 但是我用两三次 基本上一瓶就没有了的话 真的是特别浪费 就是特别心疼的 不能说是浪费 毕竟是用在自己身上嘛 所以说用不气 所以说我一般就是 一周用一次这样子 然后有时候两周用一次这样 因为我另外还会用 那个final的发目 最后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 这个吹风机 是Dyson的吹风机 它也能说是黑科技吧 就当时我买它 其实也是挺盲目的 就是超跟风的那种买嘛 就是说我当时就在想 这吹风机 就一个吹风机为什么这么贵 然后又为什么它这么贵 还有这么多人买 然后真的挺好奇的 然后就买来用一用 刚开始我也没觉得 这个吹风机有多好用 然后有一次就是 我出门了之后 然后用了一个松下 还是什么牌子吹风机 然后就突然感觉 这个Dyson的吹风机超好用 因为觉得它吹头发 真的吹得超级快 然后我就到网上去搜了一下嘛 就是原理啊什么什么的 然后发现就是这个 普通的吹风机 都是用那个温度 来让你的头发变干 再加风速 但是Dyson的话 它就是大部分都是靠那个风速 来帮你吹干头发 所以说对头发的损伤 就不会那么的大 然后我觉得最喜欢 最喜欢的一点就是说 这个Dyson的吹风机 它说经过设计 可以让你在吹头发的时候听歌 因为大家洗澡的时候都很嗨嘛 谁不想吹头发的时候 还能继续嗨啊 所以说用这个吹风机 就可以让你在 洗完澡吹头发的时候 还可以听这个歌 那么对于今天护发的分享 我就说到这里来 然后我接下来会出 关于就是染发啦 护色啦 然后以及 有些沙龙里面的 护理挑选啊 之类之类的一些 分享视频 然后希望大家可以等我哦 拜拜啦